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成田机场事务所的消息 当地时间今天的13点30分左右 一架从日本成田机场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机 因驾驶式闲窗出现裂缝返航 并在成田机场紧急降落 该客机机行为波音7879 飞机返航以及紧急降落 未造成人员受伤